根据美国媒体报道,上周末,奥林匹亚市长谢里尔·谢尔比的住所被暴徒恶意破坏。 据当时的目击者称,有一群人在他家的门廊、窗户和大门上又喷鸡土上了暴乱者的标语。 当时谢尔比市长一家正好外出,他的邻居们还听到这群暴徒呼喊取缔检查等口号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委屈地表示,我真的在尝试解决问题,但抗议者的所谓就像是恐怖袭击。 这样的举动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,尤其是当你为这个城市付出的时候,你会感到很受伤。 奥林匹亚市市长赛尔比的委屈,不是没有道理的,但六月的早些时候,赛尔比发表声明说,奥林匹亚不会对抗议者实行较劲。 他当时表示,让我明确一点,奥林匹亚市支持和平抗议,这些抗议凸显了一个事实,就是美国黑人一直在忍受来自警察的种族歧视。 他当时还表示,奥林匹亚在这件事上并非没有过错,我们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社区,显然和邻近的社区相比,我们在种族问题上,做的不够多样化。 奥林匹亚市长陷入类似困境的名人,也大有人带抗议活动的支持者,BSTM记者克里斯·马蒂卡尔默曾在推特上,转发了一张,明明阿波利斯大楼起火的照片,他的评论是把他全烧了。 但当抗议示威者靠近他所在的房子时,他的反应则是,谁来把这些野兽,从我家这里带走,哪来得回哪去,美玩美聊,看看播报。